那接下來來講一下我們的一個燈劇組的功能 對,因為那個1024S這一款的話也有燈劇分組的功能 所以也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燈劇分組怎麼去使用它 我們現在以我們這個模擬器上面總共16台燈嘛對不對 我現在把前面的把這四台燈編為主 那我一樣先提燈按定位讓燈出光 然後我現在要進入一個燈劇組 所以我們在功能區裡面燈劇組先點亮 提燈按定位完 把那幾台燈你要設成為一組的燈劇鍵 點燈點亮 然後按一下燈劇組你看一下顯示屏他會提醒你說 你要按下燈劇組去調用呢 或者是你要按下確定組確定然後去保存 我們現在是要按我們現在是要保存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按確定確定鍵進行保存 保存在哪裡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們藍色的按鍵 藍色的按鍵等於就是說 它的燈劇燈劇鍵跟它的燈劇組是組合鍵 所以它是保存在這裡 一樣是保存在燈劇鍵上面 它有個燈劇跟燈劇組它是組合按鍵 我們現在保存在第一組上面 現在這一組已經保存起來了 我們在清除 接著保存下一組我下一組要5到12 這幾台燈我要把它編為一組 一樣是提燈定位 然後燈劇組把它點亮它按確定 我們要保存在第二組 保存在第二組 然後直接它按清除 後面這幾台燈一樣的 我這幾台燈要讓它保存成一組 一樣的提燈定位出光 燈劇組按確定保存 我保存在第三組裡面 我現在已經保存了這三組了 等於是我左邊一組中間一組 還有右手邊一組總共保存三組的燈劇組 那我現在怎麼調用呢 調用的話一定要先 先把你那個功能鍵先點亮 我要調用燈劇組 肯定要把燈劇組的功能鍵點亮 燈劇組我點亮了 然後他說你要按下燈劇鍵 這時候我們可以看一下顯示屏 顯示屏會提醒你的 按下燈劇鍵 然後調用燈劇組 我現在調用的是第二組 我直接點二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直接點二 保存在第二組的燈劇鍵 全部會被提亮 自動會被提亮 我們要定位就可以了 這樣就直接可以調用了 就可以調用了 直接可以調用 一樣的我們燈劇組 我現在調用的是第一組 選擇一 一樣的 我們的第一組保存的那幾台燈的燈劇鍵 全部會被點亮 按定位 出光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我們燈劇分組的功能 對大家可以等於說 可以把不同種類的燈編一組 或者是在同樣的位置的 同樣的方位的燈 把它編為一組 對對對 這個就是看大家每個人的操作 每個人的操作習慣 那這個就是燈劇分組的這個說明 所以在這個的調整 我們要在做的 極臨在的